Hello 大家好 我是Blair 今次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2020年口罩妝 非常之簡單 我都carry到 塗完Toner 我通常都只會塗一個護膚膜 因為一個保濕箱 我覺得戴口罩來說 而且現在香港還是很熱 我覺得已經很足夠了 不過它是玻璃硬 所以全房要小心一點 還有一個蓋子 質地不算很稠 我覺得香味比較重 曬不曬都好 什麼天氣都好 塗防曬 乖乖 塗防曬 不是一定要這支的 但這個QC一個是其中 以前有一個網上的文章 就說真正做到防曬 做到物理防曬的 是這個品牌的其中一個選擇者 對你的皮膚好 雖然粒粒 是一間很出名的黃店購買的 我覺得改善 顏色不均勻 還有偏黃的位置都很好 顏色不均勻 顏色很黏 太黏了 我覺得香港不會塗粉底 在頸上 但調色的粉底可以塗下去 我覺得尚算可接受 今年用的粉底有兩支 我混合在一起的 第一支就是這個 我剛才忘記打燈了 應該可以 第一支粉底就是NARS的 Sheer Glow Foundation 我覺得它的設計是非常之差 你買回來的時候 另外一個吸進去的蓋子 之後這個嘴是另外換下去的 你去其他地方去旅行 拿出去怎麼辦 我不知道為什麼 雖然你可以閉上去 但你始終用開的時候 你會有折粉底的位置 那我就換來換去 我不太明白 我正在用2.5的顏色 那時候我去買 她說這個顏色適合我 那個姐姐說 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出 是有點偏橙的 那我就拿這個 Laren's Extra Firming Foundation 她現在已經沒有出這個瓶 兩三個禮拜之前 我想買多一支 放在男朋友那邊 她說她沒有再出了 但是同一隻顏色 差不多的FORMULA 一樣有FIRMING的效果 我照買 因為她說這隻顏色一樣 那OK 但是她本身 這個也是玻璃瓶 我覺得 我喜歡她的質感 但她沒有遮瑕 遮瑕度真的超低 這個是NARS那個 這個是CLARINS那個 因為你們應該看得出來 是偏橙 那我覺得是適合我整個臉 所以我就這兩個 直接混合她 其實也是那天看看 心情如何 又或者我當時看看 我的黑眼圈是否厲害 通常為了省時間 我都是 擦多一支 因為兩噴其實有少少過多 她最好過我擦一擦眼唇 現在就擦眼影 primer 其實我整個臉都很乾 除了眼皮之外 這個是Milani 一個美國的drugstore牌子 都是在代購的店裡買的 不過70港幣多 是很划算的 有少少結婚 所以今天都是不擦 借行膏 我現在經常都用這個 Sulfing Sister 還有我不知道如何讀 Line Mimi Box 還是Meme Box Sulfing Sister是誰呢 是一個L.A.Base的Youtuber 她的好朋友 可能大家會有很多人看 她的好朋友就是 I'm Jenim 她比Jen 遲拍片 一些 但現在都很出名 她跟Meme Box Mimi Box 合作之後 出了一個眼影 她就不能再買 因為她的顏色 我照樣用 因為她的顏色 是很偏紅的啡色 大地色 雖然大家買不到 但是差不多的顏色 但是有潤在 我很喜歡用這個Sulfing Eva的 142號掃 超級好 我把上面那兩隻啡色 這個是啡一點到紅一點 通常我都會混購 它本身是一個 concealer的 叫自己做什麼 concealer buffer 用來遮瑕液 用來遮瑕膏 但是呢 散開一點點的鎖 很適合擦 這些擺潔的項目 擦了沒有擦 就有點自然一點 而且沒有那麼腫 我會先塗一點 下眼線 你平日出門 或者你上學上班 我也覺得 不要太多事情 這些最重要 做得好 就視乎你覺得 要不要加深一點 這些眼尾位 或者其他眼線的地方 下面那兩隻顏色 我反而就少用的 我覺得呢 用這些散開的塑茶 找粉力差一點 而且效果沒有那麼高 平日出門 每天的妝 就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我覺得 我看回 我看過這段影片 是五年前的 這個crossover 眼影真的很耐用 如果我那天真的試發痕 我真的覺得 我有時間了 想加點綴 我就會用這個 Stila的liquid眼影 液體眼影 這個顏色是Wonderless 我會打出來 我會點大概這樣的份量 我會用手指振開 用掃是不合理的 不會太誇張的 我自己覺得 這個時候我才會用水粉 我用FREE INNA的水粉 它沒有SVF 遮瑕度 但MAT的效果做得很好 我用202號色 HIT PAN 我要畫一條眉 所以我最著重的 其實是眉的位置 如果不是你塗了粉 我是畫不到的 還有這些位置 比較容易出汗 還有口罩碰到的 拳骨的位置都可以塗多一點 然後畫眉的部分 有這個嚴重的高低眉 那我為什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就會拿一張卡紙 卡紙呢 這樣對著 如果徒手畫的話 通常都會高低眉 然後我會用一個啡色的眉膠 也是用了很久的 不知道為什麼用的 都還有 HERRY ROTATION 剩下的紙 如果你有看我 很久之前的妝片 我都已經在用Visicions Formula 在iHerb買 八十幾九十塊 我喜歡用深啡色或者黑色的 今天用啡色 在鏡頭下看 跟黑色沒有什麼分別 不過沒有黑色那麼實 再試發痕一點 我就會用這個 CAN MAKE的MASCARA 這個Quick Lash Curler 有什麼特別呢 我有個朋友 他很多MASCARA 和眼線都可以的 他有朋友介紹他 所以叫我試一下這支 整個都是一個膠的掃 它是沒有纖維掃的 我覺得很適合擦下眼線 有擦和沒有擦呢 我覺得是 都幾大分別的 我覺得眼睛會大一點 精神一點 我現在本身是用了一個 沒有顏色的唇油 通常我都是用這支FREE的唇彩 完全不是在嘴裡的 但是它是很滋潤的 可以加深一點唇色 但是又不會說很誇張 就是這樣 先夾上頭 下條片見 拜拜 拜拜